不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情绪 所有的情感流动都暗藏在心底 只要一登场 他们势必是准备好要付出全部的 或者说要要回全部 你有订阅new新闻的YouTube了吗 赶快来按赞分享并且打开你的小铃铛喔 这个我可以 人气最高的女神星座前三名 第三名双鱼座 双鱼座是木星和海王星守护 通常双鱼座女神眼神迷蒙 神情梦幻 喜欢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 所以她们跟别人互动的时候 常常透露出一股带着绿巾般的浪漫 穿越不真实的神秘色彩 双鱼座女神神情温柔 很容易相处 是一群非常讨喜的girl 不过她们真的什么事都好 没有底线吗 并不是喔 她们内心敏感脆弱 一点点刺破梦幻的事 在我们一般人看来是非常轻松平常的状况 双鱼女神们就会受不了啰 因为太实际的东西总是带着欲望和利益 这么赤裸裸的人性 她们不想看到也不忍看到 为什么大家不能各退一步呢 只要忍耐一下照顾一下对方的感受 这个世界就会更美好啊 双鱼女神是这么想的也曾经这么做过 只不过当她们退无可退的时候才发现 女神的背上背的是大家扛不动的道德重担 至此有能力从凡人中脱颖而出的双鱼女神 她们比一般人更冷静 更懂温柔 内心收得更紧 别人只能看到她们的完美 至于那些真实的部分呢 她们有能力自己承担和消化 双鱼女神代表人物 普敏英 雷哈娜 伊丽莎拜 泰勒 我们来看第二名 天蝎座 天蝎座是火星和冥王星守护 只能说天蝎座女神是一朵红玫瑰 娇艳欲滴 百媚生 可远观 不可卸玩 因为她们的魅力 神秘 极具磁力的召唤 有多少男生女神 败在天蝎座女神的石榴裙下 天蝎座女神不好靠近哦 一开始总给人一种借心重 高冷 看透人心的感觉 她们像是一种充满磁力的未知领域 牢牢地吸引着你 让你无法招架 也感觉不安和害怕 她们表面不动声色 但只要你细心注意 你会发现她们心中充满用不完的电力 她们渴望被看到 但又有极强的耐力 压抑自己的躁动和不安 与其说天蝎座女神不容易接近 不如说她们只是想保护自己罢了 不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情绪 所有的情感流动都暗藏在心底 只要一登场 她们势必是准备好要付出全部的 或者说要要回全部 这种意志坚定 敢爱敢恨的个性 很难不写出让人望而却步的女神史诗 能为自己站出来 爱得轰轰烈烈 站得精彩绝伦 这就是天蝎女神被大家崇拜的真正原因 老实说每几个人做得到 包括男生 既然站在世界潮流的前面 天蝎girl不被封神 还等什么呢 天蝎女神代表人物 林依晨 全志贤 苏菲马索 第一名 天秤座 金星伟纳斯女神 守护下的天秤女神 很幸运哦 这种天生立直 又与世无争的状态 除了高颜值 好身材 她们的举手投足 说话神情 也是非常令人赏心悦目的 我想她们在妈妈子宫里 就被当作女神来定制打造了吧 这样讲好像有点over 不过只要你比一比就知道 天秤女神没有像双鱼女神一样去忍耐 也没有像天蝎女神一样去战斗 只是不经意的一个转身 你就能记住她们如春神一般的美妙绝伦 只要天秤女神一个微笑 好像所有的花都开在她们的眼里 哎女神们 认命吧 我们可以有各种美 但这种母胎带出来的美 真的是非天秤女神莫属啦 天秤女神不仅外表令人折服 她们的气质也是让人望其向背的 温和友善 进退得体 根本就是所有女神向往的气质典范 如果再加上后天个性的琢磨 她们的优雅更加会有力量 温和中透露出慈悲 完美中加入了自律 气质被升华的天秤女神 更加透露出一种无法抗拒的自然美哦 天秤女神代表人物 隋唐 裴秀智 松岛 菜菜子 其实呢 十二星座里面都是有女神的 像是Blackpink里面的Lisa是母羊座 IU是金牛 炫芽是双子 戴安娜王妃是巨蟹 詹妮佛罗佩兹是狮子 安什娜美慧是处女 凌智凌是射手 孙一貞是摩羯 朴信惠是水瓶 哇 都好美哦 从大众心理来说 把一个女生看成女神 除了这个女生长得好看 身材匀称 把温柔和个性平衡得很好之外呢 能够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才是大家喜欢的主要原因哦 这是一种内在崇拜的心理现象 是每个人潜意识里追求的能量 希望自己能够发展成 更好版本的自己罢了 祝福你成为自己的女神或男神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